中华德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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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人 咱们又走到一座县城了 大家辛苦了 注意避让行人 不要妨碍到百姓 教中何人 教中是刘安市刘大人 正要途经此城 你你说的可是刘安市 正是 这位兄弟为何要这样问 刘大人恐怕命不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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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刘安市 正是在下 可让我等到你了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你的新护送 这个是我的任命信件 请过目 李兄弟 这段日子多亏你了 可惜天下五不散之宴席 走吧 近时 我刘安市 请李兄和大家 到这县城里最好的地方 好好吃一顿 与李兄告别 刘大人 上面就是因为你们 拖拖拉拉才派我来的 是我失礼 您必须即刻上路 再怎么说 刘大人也是个官啊 连告别这等事 都不能自己做主吗 就是 李看护一路和我们共患难 难道还不能最后 吃一顿饭吗 真是存心为难刘大人 不论刘大人如何想 我依上面的指示 必须这么做 我的官位比你大 难道与陪伴自己 多日的兄弟告别 去哪里吃顿饭 也要你做主吗 大人还是再好好看看 那封信末 说了些什么吧 这信是皇上 签笔写下的 前任看护玩忽指手 一路拖拖拉拉 特派新看护蒋神 沿途一切 均有蒋神安排 务必早日抵达梅州 不得有违 若有反抗可就地正法 亲子 刘大人 请多多保重 他日到达梅州 托人带封信给兄弟 林兄放心 不要忘记 曾经说过 做诚信之人 千万不要失言了 刘大人 快快上轿吧 福田 快点走 别拖拖拉拉的 可是这里的路很颠簸 走得快了 坐在教里的人也会不适的 叫你快你就快 怎么有这等不讲理之人 平教 我看你是想抗旨 将看护 你未免太激动了吧 这里没有人想抗旨 今日看在刘大人的面子上饶了你 以后谁再说三道四 休怪我这口刀无情 刘大人 我看以后要加紧赶路才是 现在实在是太慢了 教父们每日都要走很远的路 现在还要加紧赶路 必定会很累 将看护可否考虑让他们多休息一下 是啊 每天都那么累 我都不想干了 就是就是 再这么干 命都没了 就问刘大人待人至成至信 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吧 将看护这是什么话 有话不妨直说 好 我和你一样也是快人快语 刘大人口口声声说 心疼这般教父 为何不在自己身上打的主意啊 将看护说说 这主意如何打 我倒有个两全其美的主意 为了赶路 今后必定要缩短 每日停下休息的时间 就算教父累死啊 病死啊 也不能延误了行程 依我看 您那么担心教父累坏了 可以在教中坐一日 出来走一日 这样教父们就可以休息了 刘大人 可以 好 你的母亲也要 教外走一日 教内坐一日 什么 刘大人好人做到底啊 你的教父休息了 那立顶轿子的教父 也要休息啊 嗯 江神 你不要欺人太甚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怎么 刘大人要故意拖延时间吗 侍儿 娘每天坐着也很累 抬我的教父一定也累 走走就走走吧 娘没事 母亲 可是 侍儿不听娘的话了 好了 快去教里坐着吧 娘 孩儿不叫 让孩儿扶您回教吧 嗯 快点 没过多久 江神 以避免中毒为理由 等大家吃完以后 才让刘安氏和母亲吃 客官 您的饭上齐了 嗯 刘大人 照老规矩 我们这些卑微的人先吃 为您试毒 若是您与老夫人中了毒 在下可担当不起 嘿嘿嘿 牛 嗯 阿湘 小二 客官什么事 这附近有客栈吗 这附近该是没有 那就住你们家吧 您再和小人开玩笑吧 小人只经营查聊 不开客栈呢 谁跟你开玩笑 官家要征用你家 休要多言 我的钱袋不见了 一定是你们这些教夫拿了我的钱袋 快交出来饶你们不死 没有 我们没拿 江看护 昨日深夜我被你吵醒 叫你嘴里嘟囔着要去买酒 出去走了一圈 你不妨出去找找看 笑话 即使深夜我为何去打酒 六大人你再戏弄我吧 你尽可放心 我所言句句属实 我以前听郎中说过 有些人夜里会四处走动 第二天自己却浑然不知 叫什么义政 什么义政 休要骗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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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是帮你 邰均洋 他就站住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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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钱袋 谁敢拿我的钱袋 可我怎么会把钱袋掉在这个地方 坏了 打败咽的打酒打酒 原来打的是驴尿 笑什么笑 快快上路吧 当时宋朝贬官流放的地方 以两月一代最为荒凉危险 可七年间 刘安氏与老母亲没有生过一次病 人常说春巡梅兮与死为林 高雷连话说着就怕 而这八个州县 他刘安氏经过七州 胜数严严犯海冒险 我派去的蒋神也一刻不敢放松 却还好好活着 既然如此 我只好请个厉害的杀手 却了断了他 这回直准成功 不准失败 娘 我去看看那人是否需要帮助 停一下 刘大人快些 想不到你比老人家还要麻烦 沈伦 安氏 这下糟了 你怎么在这里呢 江开护 那是我多年的老同窗 我知道你的柄 是攒着以为不失之许 你给我一张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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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大人喂块饼说了这么久 我怎么好意思不给呢 来 沈伦吃块饼吧 沈伦 来喝点水 沈伦 你 你是想问我 怎么会落到如此地步吗 嗯 娘去和教夫们说说话 你们两个许多年不见了 好好聊聊吧 你这是去哪里呀 我也不知道 什么 七年前 我因执剑得罪权贵 遭贬折 这些年来 我总是刚到一处 就被告知 变到新的地方 这些年一直没有停下过 都在路上渡过了 对了 你今日为何出现在这里 我那时依靠的荣大人 谁知没多久 便得罪了当今蔡大人 于是我被那倒霉的荣大人牵连 被贬折到广州 前些年还被贬为了庶民 我一介书生 手无腹肌之力 沈兄不必难过 我依旧会与草中恶实力作对 相信终有一日 作对 沈兄何出此言 你一个人能怎么样 能改变什么 而今不要说作对 你自己不也颠沛流离吗 沈兄此言诧异 刘兄 我有一事相求 沈兄尽管说 刘兄既然想作对 我也不便阻拦 只是请刘兄 从今日起 忘了我这个朋友吧 高台贵手 休要再管我 若是被别人见了 想我与你留安世事一等 惹来祸端该当如何 现在我已是一介庶民 家中还有老小 实不想引来杀身之祸 沈兄 刘大人 你的沈兄走了 咱们也上路吧 刘大人 你快点啊 你看你的沈兄 一听说你是贬官 跑得多快啊 娘 路途天波 您又摔了一下 多怪侍儿 还是让我来背您吧 不必了 侍儿 娘没什么 娘 就让我背着您吧 快点快点 天色一晚 要快些走到 适合休息的地方 扎到骨头上了 好痛啊 不能让娘知道 真是硬汉 看你能硬到何时 请刘兄从今日起 忘了我这个朋友吧 刘大人 你请放心吃吧 没有毒 母亲 母亲 今天天太热了 我不想吃菜了 您吃吧 十二怎么能不吃菜呢 母亲 您吃吧 天气太热 我实在吃不下去 哦 娘 我恐怕是昨天晚上吃太多了 我去四周走一走 一会儿就回来 好 别走远了 早点回来 你一个人能怎么样 能改变什么 而今不要说作对 你自己不也是颠沛流离吗 若是经过南京 没见到刘安市刘大人 那就如同经过山东渠府 没见到大圣孔子一样的遗憾 说的是啊 那你见到了没有啊 没有见到啊 刚刚晚辈听两位老人家 拿刘安市与孔盛人相比 这是为何 刘大人可是好官啊 他待人已成 事事已身作则 指导他的人都十分敬重他 爷爷爷爷 刘大人小时都也知道 而且小时都长大了 定要做个诚实守信的君子 不然刘大人知道了 就该不喜欢我了 那小时头去玩吧 爷爷跟这位叔叔说说话 是爷爷 可在下听闻 这位刘大人被贬折 而今无权无势 也不能为百姓做些实事了 即便守着城 又有什么意义呢 年轻人 你看孔盛人 一生没有做过什么官 可是他一生为人师表 教咱们大家做人的道理 结果祖祖辈辈的燕黄儿女 都受了他老人家的恩责 你看 这不是比做大官更有意义吗 刘大人虽然不当官了 但是他的一腔正气 必然会负责后世子孙 若是朝中没有刘大人 这样的正人君子 坏人一定会更加猖狂 百姓的日子就没法过了 因此我们都十分感激刘大人 是啊 我读了那么多书 却不明白这些道理 真是糊涂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这几年都采用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护命的方式来推广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内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企业护经费 待国外僧众寻找护取功德主等行动 三 国内外急难救助 以及阴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发放等 只要是护持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所努力的方向 新逢大世至菩萨圣诞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公颂药师流离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即万灯祈福法会 恭请慧姓法师领众 时间8月16日星期五 13点30分 恭送药师流离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16点 万灯祈福法会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同瞻法医共募福恩 年花生大事殊胜功德日 善行与恶行成十万倍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举办礼拜佛说弥陀宝采 恭请占佑法师领众 日期9月27日星期五 时间下午一点半 地点 佛教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联络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同瞻法医共募福恩 佛学名词 灌顶 灌顶是佛教秘宗一个很特殊的仪式 但是什么是灌顶呢 在古印度转伦圣王的太子要即位的时候 转伦圣王会把四大海水收集起来 从太子的头上淋下去 代表从今以后 这个四天下属于你的 你要接续你父亲转伦圣王的位置 开始统治这个世界 后来佛教中将这个仪式 衍生到佛教来 在日本的真言中这么解释灌顶 大致如来以智慧的般若法水 来灌我们初发心菩萨的头顶 也代表佛菩萨圆满的功德传授给我们 在密宗灌顶叫做授权 也就是透过灌顶 我们可以修行这个本尊 生 口 意 生 我们要笔手印 口 我们可以持这个本尊的咒语 意 我们可以观想这个本尊的形象 以及种子字 因此灌顶也就是一种资格 但是相对的灌顶也是一种责任 从今天开始 我如果受了观音菩萨的灌顶 我就要跟观音菩萨一样 慈悲 利益众生 我受了欧命陀佛的灌顶 我要引导众生都往生极乐世界 灌顶除了授权 除了资格 也是一种责任 至于灌顶是不是真的 透过种种的遗轨呢 是的 有可能上司会用一个宝瓶 放在你的头上 代表你得到这个本尊的宝瓶灌顶 灌顶有瓶灌 秘灌 智慧灌顶 以及慈意的灌顶 但是最重要的是 透过灌顶的仪式 能够转化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从一个凡夫 进而成为一个佛陀 但是是不是完整的接受灌顶 就要看我们内心有没有得到净化 未来的行为有没有越来越像 佛或是菩萨的行为与修行 这才是真正得到灌顶 在水灌顶下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